为了凝聚社区共识,华联市公所在25号上午特别召开社区发展协会业务联系汇报 市长温佳琴表示,社区是第一线提供服务的枢纽 期盼透过这样的社区发展联系汇报,可以强化社区的服务职能 华联市公所召开的社区发展协会业务联系汇报25号在明德明秦明利里活动中心举行 邀请到29个社区发展协会理事长还有社区干部一起参加 市长温佳琴表示,今年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活动都取消或者延期 不过随着疫情趋缓之后,不少社区发展协会陆续举办活动 有很多的社区发展协会到花莲来,希望可以透过社区发展协会力量来促成与其他相关单位的交流 那我们在此也跟社区发展协会做一些业务的宣导 不论是在社区安全网上面的一个宣导 还有防止一个社区暴力行为发生的一个宣导 那我们希望能够结合民力还有防灾的一个宣导 能够成为我们非常大的一个花莲市公所非常大的力量 也成为政府非常大的一个后盾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宣导之后 我们这些社区能够重新组织更多的力量 像我们有国新社区的任性社区 那还有民生里的防灾系统 也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典范 那我们希望有其他的社区也能够逐步逐步的把这些防灾的一个方向把它建构起来 那在此也要谢谢各个社区发展协会在推动社区业务的部分的努力 那我们未来花莲市公所也是会持续的来支持这些社区发展协会 也希望有更多的领理能够成立相关的社区发展协会 推动社区的业务 在联系汇报当中除了做一些业务宣导之外 还有防止社区暴力行为发生的宣导 市长表示社区是第一线提供服务的枢纽 透过社区发展协会联系汇报 除了强化服务知能 市公所未来会持续活络联络各个社区 办理多元化的学习课程 进行业务经验交流 以拿社区自主活力的目标 借徐丽琴华联市报道